所以以后的话你可以拿多重逻辑判断这边当成一个范本 反正以后它的架构基本上就长这样 那叙述的方法就是说 如果你找这个地方找什么样的资料 那特别出于这个地方跟我写的又有点小地方不一样 我这边的话 我写的地方 我在程式里面的话有多写了一个这个 这个叫不等于 不等于的话就是小于大于 不等于零 不等于零因为你找不到资料的话是会等于零的 如果你不等于零表示说有找到零这个字 找到零,零里这个零 那当然另外一个写法是可以把这个拿掉 如果把这个拿掉的话 基本上它就等于是有找到 True,True的话就有找到 OK,那不加也可以啦 所以如果你这个地方 你看到零端上面的程式是没有加 也是OK的 所以有的时候程式有很多种不同的写法 结果其实都OK啦 好,那再来的话就是说呢 多重逻辑判断的叙述 如果我今天希望把它改成制定函数 制定函数的话在云端白板里面的第六页这里 就这个啦 上礼拜有讲过 它的架构一定是function开头 结束的话一定也是end function结束 那假设啦,因为时间的关系 前面讲过 所以我就直接拿这个复制 贴到哪里呢? 贴到我这个底下 我把它贴上 那因为我这边有个function 所以我们在Excel里面如果说我插入函数的时候 理论上就会多一个什么? 使用者定义 那会多一个入阶道函数 会跟我要一个资料 因为瓜符后面会有一个参数 地址 所以我就直接什么? 选取什么? 假设我这个地方 地址给他 如果没给他就发生错误 他会帮我自动去抓到里面 我要的这个入阶道的讯息 按确定 那顶多是说因为他这里面没有回圈 所以最后向下填满的话 变成你要自己点两下 再去把它什么? OK 这个地方向下点两下 这个可能要自己来 因为function里面没有回圈 所以变成你要自己再把底下的这个蓝 这个这个储存格自动填满 写的方法怎么写比较OK 其实各位可以看到 他有一些架构其实是 跟上面的sub还蛮类似的 那差别在哪里? 其实有几个地方 首先的话 我们直接把这个 把他直接删掉 当然第一个function 如果你要做程式的撰写 第一个的话一定是function 名称的话这个自己取 我叫入阶道函数 那刮糊后面的话就是跟使用者要一个字 你给我个地址吧 那再来的话里面要叙述要写什么? 其实跟各位讲一下 如果你上面已经有写好sub的话 他跟sub最大的不一样 第一个是不用回圈 所以通常你第一步可以把什么? 把这个for回圈里面的程式复制 第二步的话把它贴过来 因为没有回圈 因为回圈这个地方 我们要自己手动向下填满 那因为他这个地方贴过来的话 会有点是太过右边 所以我需要把它往左边移动的话 记得你可以按下shift加上tab shift加上tab的话就是凸排 按tab的话就是缩排 那我们如果要往左的话 就shift按住再加tab ok第一步 那第二步的话呢 因为使用者会给我们地址的这个讯息 所以记得 这个地方的话 第一个把这一行删掉 因为我们只会输出入街道 不会输出区 所以我们第一行把它删掉 那再来的话呢 把底下这个地方 只要看到什么Sales ID的居栏 这个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我们自己去抓地址 这个里面的 但是Function会自己去抓 所以这边的话 我们把Sales ID的居栏 全部改成地址 因为使用者会给你一个这个资料 所以这个当然你可以用取代的 或者这边用贴的 或者你直接拿到Excel里面去 拿到记事本 或者直接这边也可以取代 把这边 Sales ID的居栏 全部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地址 意思就是说 我去里面 这个里面 你给我的资料里面找找看 有没有 有没有这个什么 这个 淋里区 或者是入街道 OK 所以这边都把它取代 那再来的话 我们 一样找到的资料 找到的那个位置 会放在A跟B 那最后的话 他会把最后的这个结果切割之后 反环过来 那 他跟那个Sub最大的不一样 还有一点 他Return的前面 我前面讲过 Return的前面 记得 不是丢到我们指定的储存格位置 而是丢到 这个Function本身的名称 所以记得这个Function名称把它复制一下 直接放到等号的前面 这样子 就大功告成了 OK 所以如果你假设了 我们Function部分 已经 Sub已经写好 如果要写Function的话 其实可以直接拿什么 拿他这个Fore回圈里面 当然这个不用 因为区域没有处理 中间这一块贴过来 按一个Shift加Tab 然后呢 把什么呢 把里面的地址这个指向的位置 改成地址这个名称 那Return回来的把它改成自己的名称 这样子 就大功告成了 OK Function部分 另外的话 顺便补充一下 刚刚刚我们 这个资料部分的话 因为是从网路上来的 所以将来呢 如果你希望把它抓资料过来的话 其实只要 这个Wiz到Wiz 其实就OK了 那比如说我今天 我希望把它资料抓回来的话 这边先注解 那这边我是有一个清除所有的资料 所以我这边可以 假设我这边如果要利用我们 这个网路上所提供的这个范本 你们可以直接拿这个范本 范本在云端白板的第六页下方这边 Sub 住宅切到下载 Sub 一直到End Sub 那如果你执行这一段的话 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理论上 他就是帮我把资料全部通通下载下来 那我只要开一个新的工作标给他 然后我执行这一段 按执行 那各位可以看到 资料的话呢 就自动下载下来了 OK 那也就是说如果你将来呢 你想要 而且还多做了几件事情 就是直接自动帮我插入两栏 当然还可以配合什么 如果这两栏插入之后的话 那我可以什么 我可以直接就执行什么 入接到这个 他就自动OK了 甚至呢 如果说你假如要自动绘制 那个枢纽分析表 跟枢纽分析图 那你也可以把那个枢纽分析表 跟枢纽分析图的VBA给写好 那一样可以 甚至你可以把它全部串在一起 就一键可以完成所有的事情 OK 所以有兴趣同学 不妨可以试试看 那这一段程式的话呢 我是把它放在云端上面 其实主要就是什么 中间这一段 下载之下 这底下这三行 实际上就是什么 只是插入什么 因为我们最后是需要 E跟F 所以 假设说我要插入 E跟F的两栏的话 可以用多学一个物件 叫做colons colons的话 就栏 哪两栏呢 E栏跟F栏 点insert就是插入 然后并且把E1 跟F1的名称 分别改成这两个 OK 所以其实啊 主要就是什么 下载完之后 你可以开一个新的工作表 然后执行一下 他就自动帮我把资料给下载下来 然后这三行的话 实际上就是 插入两栏 E跟F 然后再分别给名称 OK 所以有兴趣的同学 可以不妨试试看 那当然呢 如果你将来要修改的话 其实只要改哪里呢 改 这个名称 http 这个 这个是一个下载的网址 所以如果我今天 假设说我要把住宅改成 其他的 比如自行车好了 好 那你们其实可以 可以 在到 这个资料大平台上面 找一下什么 窃盗好了 比如说我想要找 自行车的好了 来 来 这边 比如说我找窃盗 假设会跳出其他的自行车 就不是 这边有个自行车 然后呢 这边下载的话 按下去 他就按 左键就下载 如果我要把 这个网址找到的话 其实你可以按右键 OK 所以特别注意 关键地方按右键 复制链接网址 按右键 复制链接网址之后 再把这个网址 其实你可以 假设你贴到那个 贴到记事本里面好了 你可以看到他就是一串 http的这一串 其实这一串的话 你可以直接 假设我把 城市这边的这一串 从哪里呢 从分号后面的http 一直到那个双引号前面这一串 这一串 假设你先把它删掉 把它delete掉 好 那你就把 刚刚自行车那一串贴过来 这个时候的话 你再去执行的话 比如说我再开一个 新的工作表 然后呢 再去执行刚刚 这个网址 我把它重新执行的话 那你会发现 他下载的就不会是 那个什么呢 住宅 而是 下载的是自行车切罩 那同样方法 当然你可以去下载其他的资料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这个部分 刚刚主要是 这个 把 这个 住宅切罩按键的 制定函数 所以各位可以参考 那个云端上面的 制定函数 另外补充说明一下 有关那个 网路爬虫 所以如果各位对 那个简单简易版的 网路爬虫 爬取 网路的CSV檔 有兴趣的话 不妨可以参考 那个下方的 程式 可以自己玩玩看 好 好 好